主席 主席各位同仁請教一下部長 跟署長 請葉部長跟署長 謝謝請 這位委員好 這個署長好 這次老舊建物重建條例的修正跟立法 我是支持 但是有一些問題還是要糾教一下部長 我們現行在都市更新條例裡頭 當然有一些規定 跟我們老舊建物重建條例裡頭 最大的一個不同大概是在於說 同一比例的不同 那因為都市更條例是要二分之一所有權人同意 那我們本條例適用是全體所有權人同意 但是因為它是涉及到 私人間的這個協議的核建 它沒有涉及到權力的一個變換 那由政府審查決定的所有權人的一個分配 這個都是規定在都市更條例裡頭 那另外呢 對於適用的範圍包括土地的面積 在都更大概要1000平方米以上 大概要300多平以上 那本條例是在這個 它並沒有做一些面積的一些規定 那換句話說 解決這些老舊建築或者是危險建築 我們這個立法是有急迫性的 是要立刻要來解決的 對 它即便它並不符合都更條例的規定的時候 那有一些是對於涉及到公共安全 或者是公共利益 所以我們這一個法要推動 我認為應該要加速立法 對 那所以本期是表達 首先表達支持的態度 但是第二點呢 這個問題就馬上來了 那 我們這一次在 老舊建築重建條例裡頭 它幾個重大的項目 包括說它的一個試用範圍 那包括它的容積獎勵啊 建幣率的放寬啊 租稅的減免啊 或者是貸款的保證啊 等等這個部分 我們大概有一些配套 對 那提供了一些誘因 那這個當然都是站在 這個建築安全的一個角度來看 那因為根據我們 這一個內政部的一個統計 在民國88年以前 拿到建築值到大概有120萬的這個建造 那120萬就是假如說你用40%的這個 這個估算的 根據這個耐政的一個估算 大概有40%沒有辦法符合 這個一個耐政的一個標準 所以它的問題就衍生就是說 那你要補牆嘛 啊或者是你要重建 所以有補牆 那也有重建 好啦 那問題就來啦 那你現在這一個方式的實施 按照我們現行法律的一個規定 你現在實施下去啊 又有時間容積 你又五年內你重建的話 那你又給他10%的一個容積鼓勵 簡單講你這個案子是在鼓勵大家 重建 簡單講是這樣 那問題是說 我舉一個例子啦 這會碰到說一些文化或都市景觀的一些衝突啦 比如說我們在高雄市 高雄大學的陳啟人教授 他在哈馬興 在推動這種老屋的重生 所以他保留了一些過去 在日劇時代 日治時代 抱歉 日治時代的一些 城市發展的一些樣貌 然後這個空間活化 那做各種包括文創啊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在地的產業的一些使用 那相當有特色啊 那相當有特色 那也保留了原來我們整個接鍋 哈馬興 接鍋的一些特色跟風貌 那你現在我們這個法一實施下去 按照我們現在老舊建物重建條例 我們一實下 你就是鼓勵人家重建 你就是鼓勵人家改建嘛 就拆掉 就鼓勵人家拆房子的意思嘛 那這些留下來的這些 有歷史特色 或者是文化特色 甚至是說 對於整個接鍋的這個特色的一些保留 我們這個這個這個元素 就全部都消失不見 那這個在高雄市 除了說在哈馬興 在鹽城區之外 我們都會碰到同樣的問題 那換句話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面臨到說 要住的安全房子就拆啦 或者是說 那我們保留原來的特色 我們這個房子就保留下來 那就房子就不要拆啊 對不對 我們面臨兩種文化保存 跟整個都市開發的一個選擇 或公共安全的一個選擇 有兩種選擇 所以我覺得修法的特色裡頭 因為剛剛有委員也要建議說 要開工廳 那我也支持 我是希望說部長 就這兩個之間的一個權衡 我們應該是在說 這些危險建築的這個改建 或者是重建的過程裡頭 你應該有更多元的選擇啦 你應該有一些 你應該鼓勵他就是 老屋補強 老屋新生 那他的配套措施 他的優惠 也許 也許 因為你原屋保留 原屋的 這一個新生的話 其實他就是維持原來的容積嘛 對不對 他其實容積沒有減少啊 因為我們現行按照都市計畫法 像在高雄市 他的使用分區裡頭 我以上二為例 就是從四百九降到三百 所以你 因為容積減少 你鼓勵他重建不要 所以我們這次容積又給他補回去 對不對 那你假如說 老屋的新生 老屋的重建 保留他在地的特色 在地的文化的時候呢 他其實是原容積嘛 而且是原建幣率嘛 所以就這個部分 應該是要給地方 政府 或者是在我們中央 在整個法令修正的過程裡頭 你應該要給他更多的一個 多元的一個選擇 讓這些老屋新生 有更多的鼓勵 更多的獎勵 甚至是更多在我們在財務 財務上的一些支持 這樣才對啊 是不是部長 委員我非常認同 你剛才提到的 多元這樣的觀念 事實上 現實的狀況 也一定要讓我們這樣做 那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如果說原來 確實是有保存 或者是把原來的 就接過的 他原來的風味 要能夠留存的 這一個機制 當然原來 文資的機制 他甚至於 甚至於不是只有容積擴大 他也有容積移轉 這樣子的機制 讓他更彈性的 這樣子去處理 所以這個機制 我們沒有要殺掉 他本來就還是應該發揮 那只是說 我們現在再加上 我們這一個的做法上 還包括第二種類型 第二種類型就是說 我是重建沒有錯 但是我把 我把那個 有風味的 facade 我把那個 前頭留下來 那我有另外一種 改建的一種策略 一種做法 那種從技術上 法規上 我們還是會認為它是改建 但是他還是可以回應 那一種又能夠保存 又能夠那樣的需求 這又是另外一種類型 那另外當然也有一種 單純只是從安家雇員的角度來看 因為有危險 那我們補牆就可以 那安家雇員計畫現在 還在執行過程中 我們補助 做一些基礎的一些補牆 所以我認同委員所講的多元 只是我們提這個法案 也不是要殺那個 殺那個多元 我們一起來努力看 這樣子的 是不是能夠做得更到位 但只是說我們 方向上當然也是要這樣子做 那個謝謝部長 我也請署長 就剛剛這個部長的指示 跟本席的意見 能夠在 因為這個 散佈到很多的法令 是不是在我們在 主條討論的時候 就假如不足的地方 也能夠優先在 這個老舊進入 這個部分 怎麼樣讓它更多元 的這個方式 能夠在這個條文裡面 做一個比較清楚 或者是補充性的一些規定 這是第一點 就叫部長 那也謝謝部長的指教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還是要回到條文 因為我們這一次 在處理 危險建築物跟老舊建築物 那在危險建築物裡頭 我們就是老舊建築物 30年以上你符合條件 那我們就准許 就給予有哪些的一個優惠 那另外一個就是危險建築物 但是呢 我們危險建築物 在我們的這個說明欄裡頭 它是按照建築法81條 82條 跟這個災防法27條 相關的一個規定 那這個 部長你稍微看一下 就是說主管機關對於建築物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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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退或者是 朽壞 它要到達這個程度 那82條是因為 這個地震水災風災啊 這些重大變故 那災害防救法的27條 也是經過緊急的評估 那話說 它 這些條件你這樣看 你就知道說 要適用到 這一個 所謂的危險建築這個部分 其實它是相對門檻非常高 而且是比較被動 它是被動說 因為有水災 因為有風災有地震 啊或者是 因為已經倒了啊 或者是毀壞到 某種程度的時候 所以應該是要 我的看法啦 應該是 我們 整個政策的配套 應該是要搭配 我們過去在做老屋見檢啦 或者是你剛剛在講 安家雇員計畫裡頭 相關的一些規定嘛 譬如說我們的耐震評估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這裡 著語放寬到說 民國88年921地震 以前 因為我們當時在民國88年 我們的這個 耐震的規範有做過 我們內政部有做過一些評估嘛 換句話你88年以後的房子 因為921的原因 我們做過通盤檢討 那比較相對比較安全 但是在88年以前 假如經過耐震的評估 或者是所謂的 這一個 它的一個祥品的相關的一個規範 那我們應該是要准理它 適用危險建築的規範 而不是現用在一個 比較消極被動 或者是條件相對來講比較嚴格 家裡如果說每個都要 其實沒有幾間 但是我們現有的統計 你百分之四十 大概88年以前 就有百分之四十 是不符合耐震相關的一個規定 要做補強 所以你應該程序上 你應該就這個部分 比較積極的 對於一些檢證 或者是房災的這個規定裡頭 更積極的一些政策上的作為才對 部長 我想法也很對 我們現在其實是這樣 一方面是社會住宅 另外一方面安家雇員 那今天提出的這一個 其實也是了解到 以前找前一任政府所提出的 安家雇員計畫 其實它不完整 而且甚至於不實際 所以我們今天做這樣的事情是搭配 但是安家雇員的一些基本的去評估 那甚至於一些處理的機制也要建立起來 不過除了這三塊以外 我們背後還有你剛才列出的這些法律 我們現在面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剛才講到主動被動的問題的時候 面臨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在於說 我政府認為你危險 但是住戶不認為它危險 這時候怎麼辦 你假如要適用這個條例 你就是譬如說經過這一個專業機構 及建築主管機構評估 其實結構有安全要拆除重建的時候 我們就適用這個法律啊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 能夠把所有這些銜接起來 那至於怎麼銜接銜接的 剛剛委員所提到有一些美工 也許真的是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要再注意一點的 讓它銜接的更細一點 但是基本的精神其實是要銜接的 好 那個署長 我講你聽好嗎 來 你講一下 基本上是沒錯 就是說 剛剛部長可能沒有說了 因為這些的危險建築物 畢竟還是要由專業者進去 看它的良柱的損壞情形 才可以做最正確的評估 所以我說要經過專業機構 跟這個主管機關合作 對 但是如果這個房屋有傾斜的時候 當然政府可以主動 以這兩個牌也可以主動 所長 要達到你這個標準是非常高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要這個在我們整個專業的評估的一個基準上 你就應該準許它給予銅鑑 主管機關同意 然後經過專業機構的一個評估 這樣是一個比較科學 而且比較有證據的這個做法 不然你這個都要到那邊請退會 所以 小壞 然後或者是當有災害發生了 你才在做改變 這個條件我覺得這個要檢討 好不好 這個主條的時候 我再來跟部長就這樣 相關的細節我們會再想 我在那個第四條第一項那個地方 我們再對那個它的定位 危險建築定位 我們再來想想 好 謝謝 好 謝謝部長支持